其實在戰事上頭 除了說中東這邊的一些戰事之外 歐洲這場戰事持續的在進行 這個是俄烏戰爭 俄烏戰爭的下紅軍城 你看真的是近在支持了 原因是因為旁邊的烏克蘭斯克 距離紅軍城其實不遠 所以現在這邊已經變成一個 很重要的兩軍短兵相接的地點 在這邊說已經被俄軍給插旗占領了 所以澤倫斯基再一次的說 拜託把開放遠程攻擊導彈吧 俄軍的戰術是什麼 它其實就是因為這個南邊 它就是一個萬人城 這個北邊也是一個萬人城 它現在把這邊攻下來之後 它就順勢的再往旁邊給推進出去 兩軍之間的下重武器通通出籠了 烏克蘭這一邊 他們使用了什麼 使用了這個包括了投放旅熱計 開始來進行作戰 那俄軍這邊就不用講了 溫壓彈 甚至是巡弋飛彈等等的武器 是沉重的交叉在攻擊著 而另一個部分則是無人機 這一次在俄乌戰場上頭 無人機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烏克蘭這一回無人機是去炸俄羅斯境內的大軍火庫 因為裡面就常彈藥 所以當你把它炸下去之後 你看看這個火焰是不是就很像是說原子彈爆炸那個火雲這樣子 火焰雲讓大家看到了說 威魔相當於一枚原子彈 那兩邊持續的在轟炸對方 與此同時 澤倫斯基他需要更多的奧元 這一回是跟誰談 跟波蘭的外長談 結果說在基輔的這個見面 媒體的報導是說兩邊氣氛非常的緊張 甚至說還發生了激烈的衝突 好 波蘭這一邊對於澤倫斯基的態度 他感到非常的訝異 烏克蘭現在基本上他是越界去攻打俄羅斯 所以他自己本身也有一些的壓力 因為普京已經說10月1號要把屍突給收回來 現在甚至看到他宣布全面更新軍備 要提供的是現代化高精準武器 還有不同種類的無人軍 所以讓美國這邊認為說 他們是持續的在壯大當中 比以前還要來得更強 甚至規模會持續更大 畢竟他現在也再一次的徵兵了 那也讓美國很尷尬的是 當美國國會去拆解俄羅斯的武器的時候 竟然發現有四成的零件 是來自於美國半導體 40%都是由他們四家美國公司所供應製造的 所以就讓他們小組呼籲這些公司 必須要出面來說明 都制裁這麼久了 到底為什麼這些零件還會出現在 俄羅斯的武器裡面 百思不得其解 對於俄羅斯而言 現在當然還是得要做他們該做的事情 包括最近的軍演 中俄雙方現在不只是海軍聯合演習而已 他們的海警下也第一次的來進行編隊 9月21號要在北大 得太平洋這邊進行聯合巡邏 甚至美國媒體報導說北約就擔心中俄會合起來 所以他們積極的在北極建立著空中行動聯合中心 開始有這樣的想法 然後試驗的是什麼 是MQ9收割機還有全球音無人機 希望可以提高這一邊的一個態勢感知能力 簡單來說這邊一定要好好的檢查 不能夠讓中俄往北這裡走太遠 開玩笑北極一跨過去不就是美國了 太近太近了 請教亮哥要怎麼樣來看 原因是因為這場戰爭看起來 如果說他能夠拿到拿下烏克蘭斯克 那是不是真的距離紅軍城就是不遠了 那個方向不一樣 烏克蘭斯克在下面 下面這邊一點點 那紅軍城第三道防線已經被打破了 所以還在進逼 因為他是戰略據點 有四條公路一條鐵路經過 所以他有很多防禦攻勢 所以是激烈的戰爭 我估計也要死傷很多人 目前是這樣 就是烏克蘭大概可以從英國那邊 拿到暴風飲 這個比較長程的炸彈 這個Storm Cloud 可是坦白說 這個也沒有辦法逆轉全局 因為你了不起就是炸碉堡 炸彈藥庫 炸指揮中心 可是逼近了地面作戰的軍隊 已經是50公里以內了 你長程戰戰能發揮什麼作用 所以基本上包括歐洲跟美國的軍事專家 沒有人樂觀 重點是這個戰會不會再往外擴 因為現在有一些不太妙的訊息 一個就是白俄羅斯也在動 對 白俄羅斯大概動員了 可能有將近1萬多部隊 因為他就在基辅的上面 那會不會俄羅斯要搞大的 就是說紅軍人打下來 然後要結合找波羅者 一起往德內伯河那邊打 那這個就很麻煩了 德內伯河右邊這個最大的城市 也攻擊 白俄羅斯那邊也看著要動 那這個烏克蘭就會變成 兩邊都要同時打仗 而且庫斯克 普京已經下了使命令 說10月1號要把烏軍趕出去 是 那我認為他也不會只有趕出去 可能也會進入烏克蘭境內 那甚至把那個烏克蘭 在蘇甲對面那個蘇煤都給佔領 那就是往下再壓一點 對 所以就是 沒有一個方向對烏克蘭是有利的 而且俄羅斯上個禮拜 剛剛宣布要再徵兵18萬人 是 看起來他的財政都沒有問題 所以他要繼續徵兵 因為這個都要花錢 然後你看他好像還有很多餘力 還在跟太平洋 在跟中國做演習 持續軍演 持續軍演 所以坦白說 真的俄羅斯的整體的國力 包括兵力 還有財政能力 還有經濟的結構 還有軍武的本身的實力 都超過烏克蘭 而且有相當大的距離 事實上這個戰爭 如果不是北約介入 這樣早就結束了 可是現在的重點就是 北約越來越一心南山 所以烏克蘭當然撐不住 你可以看到美國 他陸軍戰術導彈 ATS CMS 他就拒絕提供 所以你不能夠打俄羅斯境內 因為他不知道 這個大毛被惹毛了 會發生什麼事 大毛目前看起來 我覺得他情緒是很激昂 他覺得北約支持烏克蘭 打我俄羅斯境內 你們等於是破壞所有的默契 所以接下來我會怎麼打回去 我的底線我不告訴你 所以大家心裡都怕怕了 其實在普京他先前也講了 這個已經過了所謂 外交能夠談的時刻了 現在基本上 我們就是來見真章 那你想請教一下大鐘老師 你怎麼樣來看 原因是因為特別是 像剛剛亮哥提到了 白鵝也在動 基本上波蘭這邊也很緊張 為什麼白鵝對他也不是太遠 所以他也擔心 這個戰事如果再擴大的話 是不是對他也會造成影響 在這個節骨眼也看到 澤倫斯基跟波蘭的外長 吵得不可開交 對 因為這個烏克蘭恐懼症 一直是澤倫斯基最害怕的地方 從戰爭打到現在 大家很清楚 烏克蘭能夠挺到現在 當然除了他自己 比外界想的能打 有抵抗的意志之外 其實就是靠國際社會的支持 那國際社會最後面最重要 就是美國為主的 包括北約 還有像一些歐盟的國家 但是我們也知道說 如果戰爭持續推進下去的話 其實對西方主要大國的領袖 還有他的名義都是重要考驗 除了波蘭之外 我們也注意到 其實德國總理肖子 在幾天前接受專訪的時候 他的打法就是耐人尋味 因為過去肖子 當然他對俄烏戰爭有一定的看法 但是因為必須要有道德高地 所以他的回答都是說 這場戰爭的結束 要由澤倫斯基做決定 意思是只要他抵抗到底 我們應該要對他支持 而且他還說 普廷沒有意願要談判之後 大家死了心 但他最近的講法是說 應該要趕快的尋求結束的可能性 第二點我覺得最關鍵 他說下一次的所謂的和平會議 應該要讓俄羅斯參加 這一點明顯跟六月份的 氣氛大不相同 因為六月份在瑞士所舉行的 和平峰會 我們知道普廷是排序在外的 因為普廷被排序在外 所以像中國大陸跟巴西的看法就不同 北京最後是拒絕參加 抵制參加 這是一點 第二點是 目前的戰爭的形勢 我覺得也是到了關鍵的地帶 因為剛才講了兩個重要的武器系統 暴風之影 是空對地的巡弋飛彈 第二是美國陸軍的彈道飛彈系統 這兩個系統其實美國已經剝交 但是美國給了還是很嚴重的一個 嚴格的使用的限制 就是說你到目前為止 你只能打擊烏克蘭境內的範圍 這裡面包括克里米亞使用過 也包括俄羅斯所佔領的 烏東地區的這個四個州 烏克蘭都使用過 但是你要再進一步 美國到現在綠燈沒有開 連黃燈都沒有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幾天前英國首相 施凱爾不是到了美國 一開始媒體就有鋪成說 要解禁 要解禁了 就最後大家好驚訝 他們說延後這個決定的 因為還沒有共識 其實應該是說 英國是認為可以的 暴風之影可以讓烏克蘭使用 開進 可以打擊俄羅斯境內目標 但是美國看法是說 我這個陸軍彈道飛彈系統 射程320公里的 我還沒有讓你轉 所以這樣狀況之下 英國就有旗艦 有旗艦地方在這邊 最後我還滿贊成就是說 因為暴風之影跟 陸軍彈道飛彈系統 能不能使用到俄羅斯境內 的確在戰術上是重要的 但是可能我們要靠 單一的武器系統去扭轉整個戰局 還是難度非常高 那烏克蘭目前希望的 就是要扭轉戰局的機會 所以他一直向美國遊說 但為什麼拜登到現在 還考慮很多呢 因為我覺得重點就是 因為普丁的講話 我們聽過他威脅太多次了 這兩年多 但沒有人能夠確保說 哪一次是不是真的 哪一天就真的成狼來了 還是永遠都是虛張聲勢 因為這次普丁的講法 他講得很直接 他說這種系統的武器操作 重點是有沒有北約人員 他說假設是這個操作這個系統 他認為烏克蘭一定會有 北約的人員在實際做操作 如果這樣的話 他說這就是北約跟俄羅斯 直接的對抗 我覺得拜登是看到了這一點 所以他這個決定 就是讓子彈再飛一回 他說留在九月底月聯合國大會 現在很多國家領袖在紐約 在做討論 由此可見 拜登我覺得他的援助烏克蘭 其實也並不是毫無上限 他和他的拿捏 他和他的底線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他可以支持烏克蘭 但超越那條線 拜登還是非常的省慎考量到 美國跟整體的區域利益 畢竟剛剛大宗老師說講的 那一段訪問是單買訪問 所以表示他是非常強烈的 要跟外界來釋放這樣的一個訊息 就是你不要以為我真的不敢 英國 美國 小心一點 我其實還是有可能了 你不要來捲入 來請教佑老師怎麼看 我針對於波蘭跟 波蘭的外交部長跟紫文斯基之間 發生爭執的部分 稍微做一點說明 因為兩年半以來 俄烏之間的衝突 跳得最高的國家 做得最死的國家 大概就是波蘭的 我有很多朋友是波蘭裔 他們非常恨俄羅斯人 那種恨法的話 感覺上也是各方面的 現在的話 烏克蘭人的話 就是我稍微提醒大家 就是三個禮拜以前的時候 烏克蘭的外交部長叫庫列巴 他因為到了波蘭接受訪問的時候 講錯話了 然後就辭職了 為什麼講錯話呢 一個外交部長他不可能講錯話的 外交部長就是基本上捍衛國家的利益 那講什麼話呢 他就講到沃倫大屠殺 那個波蘭本身的話 因為波蘭現在 我1996年到波蘭去的時候 波蘭剛加入 就是剛開放了 後來到2000年的21世紀開始加入了 先加入了北約 後來加入歐盟什麼的 各方面現在機會完全不一樣 那個時候波蘭本身是滿慘的 但是現在的話就很得意 尤其是在烏克蘭面前 然後庫列巴講說 他首先就是說波蘭希望 這個庫列巴借這個機會道歉 為什麼道歉呢 因為二次大戰期間 大家也不知道一段歷史 就是烏克蘭是歡迎納粹的 那烏克蘭本身代表 那這次情況請大家注意 那個普京原來講的特別軍事行動 主要的目標就是消滅納粹 就是普京一口認定 就是那個亞述營 基本上就是納粹的思想 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之下 所以說波蘭其實他們心底下 被波蘭式的納粹殺了很多 而且波蘭現在本身的話 又開始重新讚揚 他原來的納粹領袖 所以說波蘭就要求庫列巴表達 表達這個他們也譴責他 所以也表達歉意 就是沃倫大屠殺 殺了據說那個人數 從七萬到十萬人不等 那當然波蘭會覺得很窩囊 因為然後就是說 庫列巴本身回去被要求辭職 他的確辭職 辭職以後就講說 抖出一大堆事情來 那哲文士忌跑到華沙 就是波蘭的首都 去斡血這個關係 想講得好一點 又來了 又來了 而且這次更慘 就是說波蘭就直接提出威脅 就是說如果說你沒有按照我們的意思 來做的話 你休想加入歐盟 現在就是我們變成一個最大的麻煩 因為歐盟本身加入 需要所有的已經的成員國的 共同的協議 每個人都有這個 都有否決權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那哲文士忌他現在 他本身跳得很高 他自己覺得自己相當重要 就不吃這一套 不吃這一套的話 他們發生衝突 發生衝突的原因的話 就是說我覺得 波蘭的外交部長 也是在演一場秀 這個演一場秀的主要原因是因為 就歐盟國家當中原來 就是最支持這個 俄烏衝突繼續發展下去的 波蘭已經發覺說 這個實際在支持下來講 對大家都沒啥好處 那從事從 可以從這個 剛剛可以看得出來一件事情 就是說原來媒體 一直在拱火講到說是這個 就是原來什麼 什麼陸軍戰略導彈 然後又是什麼英國的什麼 什麼沙漠陰影 什麼這些武器都要給國安用 用來幹嘛 就要打擊俄羅斯境內 那被普京一下子警告以後 這個我特別注意了一下 就是說原來我覺得說是 板上釘釘的事情 然後由拜登親自發言 拜登現在都不做事了 針對這個事情要親自發言說 我們沒有這個意思 我們也對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美國自己 內部的麻煩夠多了 中東的問題 經濟的問題 選舉的問題 那現在的話 他把這個戰事擴大 那當然了 普京我覺得目前為止 他有個最大的好處 這兩年半的仗打下來 俄羅斯的經濟其實是成長的 這是大家沒想到的 大家沒想到俄羅斯這麼拉垮 也沒有想到俄羅斯的經濟 會搞得這麼好 所以說出現了一個很多的細節 需要了解一下 長者是寶 需要陪伴與照顧 一人一點力 愛就大無限